三个中产党 今天我们讲的话题是阿桑奇避暴 阿桑奇避暴当然有很多角度可以看 第一件事是阿桑奇避暴在英国领事馆拿藏 都拿藏了七年 看新闻说明他的原因 你都会看到他好像被人单组床 精神已经陷入崩溃 例如把屎乳放到牆上 搞很多卫生问题 他人也会看到落晒型 精神状态是很稳定的 我提出一个问题 这是出言后面讲的 但他好像说如果期望他刑罚 好像判五年 不知 我看哪个报道 他刑罚好像判五年 如果他过七年他应该阻挤 那就是看七年怎样过 问题会牵涉两件事 一个就是性侵罪 另一个就是揭露 美国政府隐蔽资料的罪 可能不止一个国家要求引渡他 你想想美国可以控告他 英国也可以控告他 你真是不知道他最后判了多少年 还有他没有人身安全的问题呢 如果能够出来的话 反而安全了还是没有那么安全呢 其实是一样的 你现在是由阿加多尔政府保护他 变成是坐在英国居留所 你一直对这个国际人物 我觉得就应该不是 那出品不会死得的 是的 那究竟你想讨论些什么呢 你想讨论些什么呢 我想讨论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是热的 我们不能不讨论 我只是想不讨论 那你先说一下你有什么见解 我的见解就是说 他人其实在那里 和阻加没有分别 为什么他去到这么暗的状况呢 我就不想和大家这样的状况 出去讨论这个问题 我对这件事有几样看法 第一个看法就是 究竟他做这件事 我们应该用什么角度去看待呢 他英雄 因为我看过有一些 我不知道也算不算是本土派 总之有一些评论就说 喂 这些是国家安全来的 你怎么可以把它泄露出来的 你其实是 如果个个都像你这样 各个国家不需要运作 那如果国家做得不好的时候 是否应该揭发 那样事首先这么说 他不是美国人来的 如果他是美国人来的话 我觉得他是有叛国成分 但有两个问题 他是另一个国家 他是澳洲人来的 没错 如果一个美国人揭露 一个人去做做美国揭露 中国的国家安全 那算不算拉得呢 问题就是 首先就是那个人的国籍是很重要的 你在另一个国籍揭露 那你觉得Snowden就应该拉去坐牢吗 至少我是美国立场 我觉得应该拉去坐牢 不是 我觉得我在美国立场 什么人都要拉去坐牢 什么人都在损害 但是至少那些人 他没有烦到当地的叛国罪 等于一个间谍 一个间谍 你中国间谍的美国 他美国捉到被抓 他不幸的 但是他至少没有叛国 亚桑奇起码这个案子 觉得他现在为人民公义 揭露了这些很多秘密 你有什么理由 要让你这些邪恶势人去坐牢 那你为人民公义揭露 揭露西藏 新疆那些人去了美国 那些人应该拉去坐牢呢 其实都是相同状况 你觉得如果是 斯洛登的话 就是同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处理方法应该 首先我们有两个状况 第一个状况就是他那个人的国籍 那个国籍如果他是本国的话 我们要采用一套标准 你不要说标准是否正确 是外国人就是另外一个标准 外国人的标准是宽松很多的 本国来说就要牵涉到是否是本国 是外国人开了 没有东西的 我就算去美国做间谍 虽然做间谍在美国来说是 但是中国为美国做间谍 但刚才Henry说的 为什么刚才我提及解密性的那些 就是说 究竟我们从一个世界公民的角度 一个道德的角度 那究竟这件事是对 因为你譬如陈刚成这些 你说是 那他是中国国内罪犯 但是你去到我们所谓自由民主的国家 我们就是会宽容他 我们就会接纳他 如果从世界公民的角度 就这样揭露就当然是好的 无论你是本地国家 那你美国和英国这些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权 你是不是不能够容忍 一些人为了这个公义去揭露这些东西呢 应该就是我觉得 只不过将 国际政治的原则就是 谁是牙力救啊 谁是手花操啊 这样子 那当然明白 但是你 既然拿到阿桑奇这一个 当然我第一样就是说 究竟这个人 我的角度来说 他犯了法 他就要坐牢了 因为英雄不代表不需要坐牢了 这个世界都不知道多少民族英雄最后都要坐牢了 但是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放在一边先啦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他呢 他是澳洲人来的吗 是啊 他是澳洲人来的 澳洲政府就要保护他了 因为澳洲政府就无情无疑了 就是这个政府 我不知道澳洲有没有份通缉他 这个危机解密一定有关于澳洲的机密的 就是一个美国人如果你不停去爆新疆西藏那些东西 美国政府绝对不会将他送回中国的 如果一个中国人去爆美国的东西 因为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阿桑奇的危机解密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其实都是我说没有影响到一些 当然他有一个Mannings 的案例 Mannings 的案例就有点是 如果他是为这个世界利益着想 我不要说坐不坐坐坐坐不坐坐就没意思 刚才周英大使说 哪个国家救我 那你就去什么 你明天美国特种部队捉了他 暗杀了他 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们都只能接受 但是我们就着 刚才Kelvin说的世界公民的角度来说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些人呢 他是不是影响到我们世界的安全 侵犯到我们的私隱 世界公民的角度当然是正确 现在问题就是 从世界公民的角度 这个问题是不需要讨论的 因为这个讨论的就是 无论你爆美国 爆中国 爆任何国家 世界公民的话 他都是正确的 现在问题就是本国 为什么澳洲政府这么无耻 你是作为一个美国的附庸 就是一个无力 就是 五眼集团 为什么你的无力 你保护不了自己的国民 你国民做了世界公民 你没有那个能力去做 就是那个是一个你本国政府的问题 如果一个本国政府 就是说 如果一个中国公民 或者一个俄罗斯公民 揭露美国的 我相信他怎么都不会把那个人加分出来的 为什么澳洲政府这么无耻 大家没有人去提到澳洲政府这个问题 这个我也同意你的说法 但是我有少少相确的就是说 就算世界公民的角度出发的话 它爆一些国家的秘密出来的时候 最低限度有时的客观效果 可能会令到一些政治没有那么稳定 又或者是秘密是堅定流 会不会是一些错的数字 没有人说过那些秘密是流的 但是问题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你说我们可以出去造谣都可以的 是不是 我所关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掌握了这些秘密资料 而你是会筛选 事实上也没办法不筛选 那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像David Webb那样 是的 他对呀 David Webb是很多小股民心目中的英雄 他踢爆了很多压钱的公司 老千公司 老千股要股 但反过来看 他也可以保留一些 他觉得有好的 就是有的 是的 你就算是一个英雄 可能你的英雄背后都会牵涉到你个人利益 这个就是英雄的轮廓 是的 而且他爆一些材料的时候 就正在我说话了 究竟是不是真的假的 你如果做到市场混乱的话 发觉原来不是 我估计50个的话 原来只有中间几个是 那就恐慌了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David Webb的问题和亚桑奇的问题是不同的 因为亚桑奇的问题就是 至少如果他是留的话 美国已经否认了很多次 你现在爆了 你这个国家机密 是真正的国家机密 还是假的国家机密 你现在假的国家机密 你现在是假的国家机密 他不是说你 他以为真的才是国家机密 OK 所以亚桑奇了 而David Webb不同 David Webb是很小心的 他那个 他那个不是说你五只 有问题 他会是说你enigma 他说你迷 而他只是说出你那五十只股票的关系 就是有些人他很无知引用的 其实那五十只股票 他说五十只股票 有几只是转了主板 有几只会很成功的 但问题他当大部分都是很大事 但有几只会很成功的 那这个反而是问题的 我就是说客观效果 客观效果 因为有些人是不知道不知道 不是专家 他就觉得五十只股票都有问题 影响他的投资行为 我更加邪恶的角度去想 他找了四十只股票是有问题的 他因为私心 放了四十只股票 他那个好客观的表 他当然是 因为都是好客观的 客观的表是很客观的 但问题是市场怎样去解读这个表 问题是这样的 我研究得很清楚 但是大家不要说Dividweb 你可不可以用一两集研究 我们先说Dividweb 好 今天时间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专心说Dividweb 好